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招艾夫森的地位背身蛋打绝技 这是一个极好上手且实用的动作 里面包含了许多通用的地位技巧以及变化 很值得模仿练习 下面一步一步的为大家解析 先简单讲一下动作的做法 首先第一步背对篮筐向内移动 接着第二步进行分腿前转身 转到侧对篮筐的位置后 第三步停下并运球蹬地切入 下面详细讲一下每一步的细节 首先背对篮筐接球并向内移动 这是在低位单打时常用的方式 它可以形成篮球我和身后防御者的位置关系 方便保护球 利用身体的阻挡 我们要把背身运球的位置控制在身体内侧 也可以说是身体中心的前方 这样前有飞驰右手阻挡 后有更多身体阻挡 但即使有保护 也要控制背身运球的次数 尽量三次内做动作 不要让对手抓住你的运球频率去断球 背身运球的节奏是 开始运球球向下的这一拍 对应抬起左脚向内移动对抗 接着球向上的这一拍 抬起右脚向内移动并步 即左移右并 左右左右 右做分腿动作的时机 就是保持同样的背身运球节奏 左移触地并支撑身体重心 接着右脚并步这一拍 变成左右分腿 背身运球 左右 背身动作 左支撑 左右分腿 只要我们心里能够清楚运球移动的拍子 那么你的脚步重心就不会乱 这会让你在练习时快速掌握各种背身动作的时机和做法 比如另一种转向底线的动作 左右 左支撑 右转身 转到完全背对防御者时 收球左右虚晃 之后前转身投篮 这是加因特非常善于使用的背身虚晃动作 我们再来看一招欧文的背身虚晃动作 看似复杂的运球和脚步变化 实际和上面是一样的 即左支撑 右转身 只是把背身时收球变成背身时运球左右虚晃 之后前转身投篮 只要你心里有拍子 清楚动作的时机 一看就会 回到分腿动作 分腿后不要把重心偏向左脚 做成左脚先触地并蹬地 之后右脚向底线横跨一步为轴转身 我们是分腿后 重心放在两脚之间 利用双脚触地 左右都能成为中枢脚的特点 直接以一只脚为轴 另一只脚蹬地进行了转身 在分腿后进行前转身时 要注意做抬头并合球的投篮假动作 那么想要做好假动作 就要先把真动作做好并使用出来 变化就是在掌握机主动作后形成的 我们先练习分腿前转身后的收球投篮 在练习转身收球投篮时 要注意 举球的路线不要再伸前 面对贴身防守时 这是很危险的 尽量从我们的身体中线偏后向上举球 接着练习分腿前转身后 投篮虚晃再出手 转身后要注意控制好脚步和重心 在投篮虚晃的基础上 练习第一 左脚蹬地向前跨一步 从底线切入投篮 以及第二 左脚蹬地背转身 从中线切入投篮 最后再把这两种收球虚晃的变化 变成运球虚晃 就有了今天的动作 前转身不收球 做抬头合球投的假动作 转到侧队篮筐的位置后 停顿 如果对手纵向上前 左脚蹬地运球走底线 如果对手横向阻挡 转身走上线 当然你也可以蹬地 转身走上线后再转身拉回 这都是各种低位基础脚步上常用的变化 背身分腿 可以让我们左右两脚都能成为中枢脚 所以我们要记得上面同样的动作 向中线一侧也要做一遍练习 这样在背身移动时 仅仅是以分腿前转身后投篮为基础 就有非常多的变化 别忘了还有分腿前转身后切入为基础 这套低位进攻方式以及变化 就留给大家自己练习挖掘 如果你能把今天的内容掌握并灵活运用 相信你会爱上这样的打法的 背身单打永远的神 哇好了 结束了 我发现你这边头上一直带个 这是什么东西 这耳机 耳机 你都不插耳朵里 你听得见吗 来高科技 你试试 有点 有啊 有声音 感觉还不错 可以不 这啥东西也没见过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款是韶音OpenRun Pro运动耳机 无需像以往耳机就必须到塞到耳朵里 全新的开放聆听 在享受听音体验的同时 外界声音也不会受到影响 比如说咱们打篮球 你戴着这个耳机 你就可以真实的听到 篮球从地面反馈这个声 不再是那种很闷的这个声音 真实的篮球声音 配合上这个耳机里有节奏音乐 这训练起本很完美 同时呢 你看现在夏天也到了 天气非常的热 那运动很容易出汗 那这款耳机不入耳的这个佩戴方式 你看时刻可以保持这个耳道的清爽 对吧 长时间佩戴也不会很难受 而且这样的佩戴设计 你随便做动作 你看我今天各种转身甩头都不会掉 非常适合运动佩戴 最后呢这款耳机它充电还非常快 充电5分钟就能用一个半小时 特别适合像我这种可能每天晚上充电器就在床边 但还懒得给手机充电 然后第二天出门才后悔 那如果大家在运动中有佩戴这个耳机的习惯 可以考虑一下这款韶音OpenRun Pro运动耳机 那我一开始拿到这款产品的时候 我也在想这不带到耳朵里 打球这个效果能好吗 但没想到还还真的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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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